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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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一個很有 Walk and Roll 味道的前奏 親託出今天要講的 一隻Nove 新款的潛水錶 之前Nove這個牌子 我也有介紹過 其實之前有出過一隻 叫Atlantia 外形很獨特的潛水錶 舊款 Case 50.5mm 這麼大一隻 新的一代 Case 46mm 一個透底的設計 會見到它的底蓋 是一個透底的設計 用了一個Slitter 200機芯 跟上一代用Round帶的機芯 已經不同了 鍊帶 亦都跟之前的設計 都是一模一樣 這條鍊帶之前我也有介紹過 我也覺得它造工是十分之好的 當然 這一個就是它伸縮的扣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一個延伸的功能 如果大家要去潛水的時候 就很方便大家穿潛水衣的時候 就這樣拉長 把錶帶上一個潛水衣上面 那扣的設計 跟之前那代也沒有很大的分別 整隻錶的設計 這隻藍色的設計 我亦都想和大家介紹一下 它的外圈的功能 如何轉發 上一代通常就是有這條BAR 在一個框上的這條BAR 拉開之外就可以轉發 但這次你看到它除了拉一條BAR之外 它上面還有一個按鈕 你要推上 推下來 然後才可以鬆到它 那就是轉到內圈 只要拉下來 再按鈕這支按鈕的話 就鎖住內圈 那給大家看看 做法亦都是一樣 拉開那條BAR 然後推上上面的按鈕 那你就可以轉那條BAR 就轉到內圈了 那個內圈就是看到 裡面是數字圈在轉 就不是外面的 那些標記圈的圈轉 那你只要把它拍上去 將那條橋 那條按鈕按上去 就鎖住外圈了 整隻錶的外形設計 基本上都跟第一代都沒有大分別 那我很喜歡它這個 好像很有Cyber的一個 很有鐵甲威龍的感覺 就是它下面有一個好像 盔甲的東西就襯托著一個底 就放上面那個鋼殼在上面 那這隻錶就之前說了 它用了一個Selita 28機芯 那所以那個操作上面都是很簡單的 那當然它有一個 Hacking 的作用在那裏 就要推上兩架出來 然後你就可以調整個時分針的時間 那你把一架出來的話 當然了 你就可以調整那個日力槍 那整個的操控感 都是很easy 很smooth的 那Selita 28機芯 這個型號機芯 很多錶 很多錶迷都會接觸過 好 那 看看這隻錶 當然 我覺得它的外形 真的十分之 很獨特 如果你 去比較其他牌子涉書錶來說 Nove 它設計這隻Atlantia的設計 真的很獨一無二 你看一眼的時候 你會被它的形象 整個設計的概念 就深深吸入了 那戴上手給大家看看 那藍面 這個 戴上手 當然了 這個錶是13.9mm厚度 46mm的尺寸 但戴上手 亦都不覺得很大隻 亦都大得起 那六面 六圈的這一隻 戴上手亦都給大家看看 整個感覺 我也覺得很搭配 整個很sporty的形象出現 那當然了 潛水錶300米 要試試它的夜光給大家看看 夜光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那這兩隻顏色 藍色綠色 那大家又會選哪一隻呢 不妨在留言告訴我 那今天的介紹就這麼多 拜拜